韩国总统尹熙悦今天行使否决权 否决了一项针对2022年万圣节离泰院踩踏事件 展开新调查的法案 引起在野议员和公众的怒火 死者家属痛斥总统的做法冷却 而政府企图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阻止调查的做法 更是对死者的一大侮辱 政府企图不准确认 政府企图不准确认 决定了 那是 这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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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韩国总理韩德阻止 这项法案存有政治动机 而且可能违反韩国宪法 因此尹熙悦才动用了否决权 不过民众无法接受 并谴责政府在应对灾难上 没有做足应对措施 2022年轰动全球的黎泰院踩踏事件 一共造成159人不幸身亡 另外有196人受伤 这是一位中文字幕臨庄 明文字幕臨庄 正在未知视线